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现在的海鲜还能吃吗?为什么? 那我们大家知道呢,最近啊 这个新闻里面提到日本的福岛核电站啊 有这个核辐射的水排到太平洋里面 那么很多人呢,关心这方面的问题 那具体的呢,当然这个既是一个科学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每一个人呢,有不同的看法观点 这些都是正常的 和每一个人生活直接相关的 现在产在这里那里的这些地方的海鲜 因为这个海水它是都相通的啊 这个海鲜我还能不能吃呢?为什么呢? 那这个呢,我们当然不能光凭信仰 对吧,那具体我们要讲到相应的道理、基础 那每一个人呢,你有自己的看法 但是你可以在充分的事实基础上 make informed decision 首先呢,日本方面呢,讲到说 它排放的呢,放射性的物质呢 主要是超重情啊 是这个川H3 有的人提到呢,说即使在海水里面 很多时候呢,是重金属或者是一些有机物 比如说铅、拱等等 那为什么会 它们在这个虾啊、小鱼啊、大鱼身上腹肌 比如说金枪鱼 就比骚曼它的这个食物链要处在更高的位置 所以可能寒蛊高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呢,这些重金属吃到生物体内以后呢 一般它就不会再排出 那比如说一条大鱼吃了100条小鱼 一条小鱼吃了100个虾米 一个虾米吃了100个浮游生物 那它摄取的这些重金属呢,就都积累在占食物链高端的这些动物体内 那人吃了这样的鱼呢 也就会有这个摄取重金属的问题 当然了,你如果控制量一般来说没有关系 那除了重金属以外呢 一些有机物 比如说像DDT、二物鹰等等 有的呢,它也会比如说进入到人体的脂肪 然后不再排出 那像这样呢 如果说你吃了以后就留在体内 那么当然这个食物链高端的捕食了低端的动物以后呢 那它就会负极 放射性的元素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呢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对于氢来说 也就包括这个Radioactive的H3 川 那它呢在人体内呢 一般经过几天就可以排出 大家都知道呢 放射性元素有一个半衰期 除了半衰期以外呢 在体内代谢还有所谓的半排期 经过了这样的一段时间呢 有一半的摄入的放射性元素就已经从体内排出了 通过分辨以及这个出汗啊等等的这些方式 那么对于川来说呢 一般的这个半排期呢 只有几天 所以像这样的原因呢 它就不会产生负极效应 因为在生物的这个周期里头 它就即使摄入了这个放射性元素 它也接着就会排出 那么像前面已经解释了 一些负极的呢 往往是不能够排出的 重金属等等 那么其他类型的放射性核素呢 大家比较关心的 比如说色 Cesium 还有C Strautium 那么这些放射性元素呢 它们呢 也是可以从体内排出的 但是呢 这个需要的时间更长一些 色呢 需要可能一百多天 C呢 需要几百天 但是呢 仍然不是像芊啊果啊之类的 就是说基本上呢 摄入以后就无法排出 所以呢 这里存在这样的区别 那么另外呢 至少呢 日本政府和这个东电呢 他们claim说 排出的这个核废水 核污水 核辐射水 看你怎么叫 然后呢 这里面呢 主要的放射性成分呢 川 除此以外 还有碳14 那么其他的 很多种 好几十种 放射性同位素呢 经过这个ALPS的系统 过滤 就都已经除去了 那当然你不见得要相信 日本的说法 那么具体怎样来检验呢 除了在 采水口 如果不能够检验 那也可以在洋流 对吧 可以在公海 可以检验 这些放射性同位素含量 是否发生变化 那我自己呢 原来是学有机化学的 我上博士期间呢 我们的项目呢 是核废料处理 是由美国能源部来资助的 在上法学院期间呢 我曾经在美国核工业协会工作过 也去过核电站参观 所以在这方面呢 应该还是有比一般人多一些的基础知识 那相对来说 最近嘛 因为这些新闻 我们也比较关注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的情况呢 比如说有一些中文媒体 存在有这个错误和误导 这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 说是美国在2023年 这个上半年已经减少了来自日本的水产品的进口 有的说美国虽然嘴上说支持日本 但是身体却很诚实等等 那这个呢 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 引起了大家的充分讨论 有通过这个阴谋论的 有情绪输出的等等 但是呢 议论啊 感情啊 这些需要基于事实基础上 对吧 要不然的话 就只是浪费时间和感情 那我们看了一下呢 这方面背景的情况 事实是怎样的呢 所谓报道的 说这个美国减少了日本进口的 这个来自日本的 几十亿日元的农林水产品 这里是把农产品 林业产品和水产品放在一起 实际上2023年上半年呢 美国减少进口的 主要是日本的一些农产品 尤其是日本酒等等 那么水产品的进口呢 实际上如果折合成全年的 和2022年相比呢 还略有增加 2023年还没有过完 但是我们估计呢 比如国际局势的变化 比如中国禁止了进口 那么日本出口到美国的量 有可能下半年还会增加 所以全年呢 日本水产品 这个出口到美国的量 可能比2022年还要增加 另一方面呢 这个数字实际上呢 是在过去两年 连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达到的 那在2021年呢 美国的FDA取消了 对来自日本的食品 包括福岛地区的产品的限制 2021年 美国进口的日本水产品 比上一年增加了77% 然后呢2022年 美国进口的日本水产品 又增加了百分之十几 这样呢 在这个基础上 2023年还基本持平 或者还有可能略有增加 所以呢 我们至少看到 数据实际上的是怎样的 这个所谓农林水产品 放在一起 美国进口的日本水产品 数量并没有减少 我看到有一个人提出了这样的质疑 后来第二天呢 他的post被删掉 那么至少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存在吧 有所谓的叫信息检防 这样的问题 一样的 那你自己 比如说对日本排放这个核污水 是什么样的态度 这个呢 是个人的立场 看法 观点 没有问题 你自己是否决定要吃海鲜 这个呢 也是自己的想法 但是呢 按说这个应该基于正确的事实 全面的了解上面 而不是呢 被误导错误的信息 要不然的话呢 只是浪费时间和感情 如果要再稍微多说一点呢 具体的呢 这个数字 当然有的时候呢 更复杂一点 比如说 美国进口的日本酒 为什么数量减少了呀 有的人一样说 这因为呀 你知道日本酒啊 扇贝啊 等等啊 它都是出产在福岛地区附近的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我们看到呢 很有可能不是 为什么呢 比如说同样的 那过去几年 可能疫情期间吧 酒的消费量增加了 美国呢 进口的日本酒啊 以及全世界进口的 包括日本清酒和威士忌 那都有这个两位数 百分比的这样的高速的增长 那么2023年呢 可能和美国提高利率等等有关 美国进口的来自全球的酒类 尤其是水产品 数量减少了很多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数字呢 来到几十亿美元 或者是几千亿日元 所以呢 所谓美国减少的日本农林水产品 加在一起 几十亿美元 只占美国减少来自全球水产品 可以进口的2% 而且像前面提到美国进口的日本水产品数量实际上还增加了 那另外其他的产品 尤其像扇贝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我看到的信息 日本每年现在出口呢 可能800亿日元左右的扇贝 其中呢 现在400亿日元呢 是卖给中国大陆以及香港转口 像这些呢 以后可能会有变化 卖给美国的呢 现在有200亿日元 那么扇贝Skylop这个呢 是出口量增加比较多的一种产品 我们看到呢 一样2022年 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扇贝数量 比上一年增加了70%多 在这样的高速增长基础上 2023年扇贝数量出现回调 这也是正常的 一定程度上呢 也是因为一个是价格上涨 另一方面呢 产量达到瓶颈 那当然以后如果随着 中国限制进口日本水产品 情况可能还要有变化 也许出口到美国的还会增加 一些中文媒体 自媒体 网上的讨论 宣传 情绪抒发等等的 基于一两个数字 然后就产生了很多的阴谋论 那这个呢 有的时候很可能是错误 就像我们以前举过的一个例子 这个考试我得了第二名 好了不起 后来说整个参加考试的 一共只有两个人 所以有的时候呢 那你要看到前因后果 对吧 如果说 不了解这些情况呢 那就很有可能会被误导 那这个因为是最近的一些热点问题 所以呢 我做了一点点啊 这方面的研究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主要讲到了两方面 第一呢 从科学角度来说 据我所知 比较轻的这个核素 尤其是川 H3 一般来说呢 不会在生物体内负极 那么其他类型的 比如说 色啊 或者是丝啊 会不会负极 以及说在排放的水量里面会不会有 这个呢 是一个科学问题 对吧 那可以监测到时候来发现 另一个呢 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有很多啊 都是空对空的情绪的书法讨论 那自己你是否还要决定要吃海鲜 自己可以决定 但是呢 那你可能希望有一个参考啊 对吧 不光是说我的隔壁 我的亲戚 还有没有在吃海鲜 对吧 你也想知道 这个国家 那个国家的政府 是不是减少了 来自日本的水产品的进口 或者呢 虽然没有政府的限制 民间是不是实际上减少了水产品的进口和消费 这些信息呢 实际上并不难取得 如果能够上网 没有障碍 那你可以搜索到 比如说各国的进出口贸易 这些方面的统计的公告 按说呢 媒体也应该把这些实际情况告诉大家 那我们从科学角度 以及国际贸易的角度 给大家做了相应的介绍 好 谢谢